今天早上的時候 法國巴黎是發生了恐怖事件 其實讓大家都人心惶惶 而在桃園機場這裡 其實在早上9點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航班 是到香港來轉機 再飛往法國巴黎 而在下午2點的時候 也有飛往首爾 再到法國巴黎的航班都有 目前現在還沒有一些旅客 在反映或者是詢問退票 等等相關的一個事情 不過還是有影響到部分旅客 到歐洲旅遊的意願 我們看一下 剛剛稍早訪問畫面 旅遊大概不會去了吧 為什麼 就是有這種因素 可能先把這個時間的這個 時間的risk吧 我覺得這個時間的風險 先避免掉 我覺得如果是我有這個計畫 那聽到這個消息 我覺得可能會延遲囉 目前法國政府是拉起了 全面拉起了警戒心 而現在外交部這裡 也正在演繹 到底要不要把法國巴黎 列為警戒區 現在一切都還在評估當中 而在台灣 要前往歐洲旅遊的一些 旅客團客團數 其實大家都還在看 還在觀望說 接下來這事情會不會和平若暮 還會不會有 接一連二的一些恐怖事件 所以大家都還在觀望當中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的情況下 把時間還給棚內主播